各位大家好我是番茄 然後我們今天呢其實 有找到了一位 願意上來分享一下自己的 關於兩岸的想法的 台胞就是台灣青年 真的是很年輕喔 我有特別特別的 問了他一下他說他在 念大學 然後而且是在 大陸念大學那具體在哪裡 念我也不太知道大家也可以讓他簡單 介紹一下如果願意介紹的話啦 那這個台胞呢他的 網名叫半渡偉良 半渡偉良你可以 簡單的給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你是台灣的 哪裡人這樣子可以簡單 介紹一下喔 哈囉好大家晚上好 我是來自那個台 就是台灣的彰化 對然後 現在是在大陸的武漢 念大學 對他今年是大三對 那也快畢業了 所以其實在大陸也是 有一定年頭 我很想問你喔 你最初對中國大陸是什麼看法 就是 是什麼樣的看法 在你來念大學 或是在你決定來念 這邊念大學之前 是什麼樣的看法 就是因為我們從小就是在國小啊 到高中的教育裡面 其實會更多去宣揚 就是我們 呃台灣才是真正的那個 中華文化繼承人吧 然後對大陸好像就是覺得 欸他是所謂的那個大陸淪陷區 然後我們就是 所謂的教育和媒體的 我感覺就是雙管幾下的毒化 就是會讓我們對大陸的印象就會 就僅僅局限於就是可能 欸貧窮啊落後啊 或者是思想封閉 然後大陸人民就是 就是水生火熱之類的 就是很負面的一些報道的評論啦 然後就當時就是 因為我們也會感覺 欸自己很盡興就是出生 然後生活在這個 那個這座報道裡面啦 享受就是自由民主啊 然後就是經濟的繁榮的那種社會 然後我們跟朋友之間也會 欸聊起大陸的時候 我就覺得欸大陸就是會去 績笑或嘲諷人家的 就是政府做一些事情 或者人民就是怎樣不好不好 就沒有數值啊 然後就是哪怕我們 喔就是滑道就是關於暴露 就是報導就是大陸什麼發射 就是衛星到太空 或者是在國際上取得一定的成就的時候 欸那那些影片下面不是 也是台灣人就是會在下面 就是次之以比 選擇欸就是哪怕這樣子 我們也會覺得沒什麼啊 就會掩耳盜領自己欺人 所以我是從小其實也是 對大陸沒什麼好印象 然後就是最後就是發生改變 其實是在那個18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家就是在那個暑假啦 然後打算去大陸旅行 就是來一場就是 因為我們家都是都沒有從來 就是沒有去過大陸那種 然後那個暑假就是說 全家一起去大陸看看 覺得欸大陸現在是什麼樣子 就是覺得想去感受 因為我們家對大陸 首先就是沒有敵意 也沒有說好感 就是就是保持中立那種 所以就是當時在18年的時候 我當時是就是那個暑假 然後就跟家人一起去 他說就是這樣子 就是感覺當時還蠻期待 和緊張的感覺啊 就踏上了這個神州大地 然後我選擇地上其實是在廈門 就離台灣 就是離台灣比較近的一個一個城市吧 然後當時 其實我當天晚上到的時候 是晚上9點 然後一下飛機就是感覺 欸好像大陸的就是 那個基建座還還可以 就是覺得好像有跟上來之類 然後然後我就是後來就是叫了一座 就是一輛計程車嘛 然後就回酒店休息 然後路途中發現 欸廈門的夜景 就是他的街景和夜景 就是他城市的規劃啦 就是真的就是有被驚訝到 覺得好像因為我去過那個新加坡 就覺得欸真的跟新加坡其實 就是差不多 甚至覺得好像我就是在新加坡一樣 就覺得好像有點難以置信吧 嗯 然後就是去了酒店 然後當天晚上就買完的 就休息 第二天就去了蠻多地方參觀的 然後有去那個廈門大學啊 然後還有去那個鼓浪雨 上面去看那個別墅嘛 嗯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當時我們有請一個導遊 就專門解說就是每一棟 別墅背後的故事 然後就是欸可能聽了 因為我本身就是對故事就是 還有就是歷史這種東西是很有敏感性 就覺得好想聽 因為其實我對歷史是有熱愛的那個 那個基因在裡面嘛 然後就覺得欸 板橋就是比如說那些 沒說 像八卦樓啊還有什麼之類的 他們背後的主人還有一些 他們就是 就是他的主人還有他們這個主人 就這時候擁有的那些典故之類的 就覺得欸好像很多其實都跟台灣有關 像鄭成功當時在廈門啊 然後最後是怎樣去收台的嘛 有的有的 然後就覺得欸好像大陸 然後就覺得欸好像大陸 對真的廈門其實他的環境 還有他的那些東西 真的我覺得跟台灣其實真的很像 你知道嗎 其實廈門應該比彰化還繁榮 就是你會覺得就是 去了之後就發現更繁榮 真的差太多了 真的差太多了 其實當時我真的有被嚇到 當時不敢太相信 因為覺得可能因為廈門是大城市吧 所以就是大陸應該只有 就是那幾座城市可能相對就比較發達 所以就覺得那也還好啦 然後最後我們還有去其實還有去幾那城市 因為就是覺得不能只去一個 因為我們當時規劃是差不多16天的旅行 很長 而且我其實想問你 那是什麼契機讓你決定到大陸念大學 就是我去了很多城市之後 像我也有去參觀一些就是西安嘛 然後認識到覺得 欸大陸的發展真的太驚人了 然後最後讓我覺得 欸我要選擇在這邊念大學 因為當時是我下學期就是開學 就是升高三嘛 就是最後的那個奮鬥年 當時是因為我這一場旅行改變了 就是讓我覺得我想要來這邊念大學的一些衝動吧 所以就是當時回去的時候我跟我媽媽就講說 喔我就是大學想要過來這邊念可以吧 就是有跟他們探討 他們說欸真的這邊真的就是比台灣發展前進還比較大 就是這個市場覺得以後將來就是會成為一個很好的一個讓我們發展的舞台 所以我當時就跟家人有提過這一次 然後也有些是心裡有下定決心 覺得我要來過來這邊這樣子 所以其實也是 學定也是挺大的啦 像我那個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有考慮是不是來這個大陸念大學 但是那個時候呢就是覺得說家裡考量可能費用的問題 就沒有去想過 但後來我有一些朋友來這裡念 他就說事實上來這邊念如果你真的有求學困難的話 其實只要跟學校講學校會額外幫助的 我都不知道欸 所以我就覺得很可惜 但是我是大學一畢業 然後我就直接來這邊工作了 而且我要跟你講 在我來這邊工作之前 我是從來沒有到過大陸 然後我那時候高中畢業 我想來大陸念大學的時候 我也是從來沒有來過大陸 但是我是一心一意想要來大陸念大學 所以就是 但是很可惜沒有念成功 所以我也蠻羨慕你 然後我是畢業完之後就來大陸工作的這樣子 喔 對 確實是因為那一場旅行 讓我就是做了這個決定 其實我現在蠻感覺得當時的自己 因為以前對大陸真的 就是充滿了太多的未知的不理解 所以就是有那一場旅行讓我最終決定說 欸我高三想要就是念完之後 大學就是申報這邊的學校 所以當時就以在台灣的那個選策的分數 知道就包好了 真的很棒 對 欸那我想問一個問題喔 接下來問題可能稍微敏感一些 然後你可以看了要不要回答 就是你這樣子的一個 來往的這樣的一個經歷 你會怎麼樣去看待兩岸的關係 還有就是中華民族這個概念 因為你剛剛有聽到說 從小會覺得台灣是中華文化的一個傳承地嗎 那你會怎麼去看兩岸的關係 還有中華民族的這個概念呢 因為我覺得兩岸其實一直以來 其實這七十多年一直都沒有停止說 就是所謂的統獨議題啦 就是一開始我們是堅信我們是中國人的正統吧 就是對啊 然後認為說我們將來有一天是要反攻大陸 然後用三一組 這關反心負明很上啦 對對對 然後以這個條語說 讓我們有那個信心說 讓老一輩啦 就是覺得欸有一天我們真的會回到大陸 而且是全面性的讓大陸的人民 就是感受到我們 解放一樣的 反攻大陸解放大陸 對 就跟現在的那個大陸人民對台灣一樣的那種感受 那最後其實一開始我們有 就是覺得我們有那個能力 或者說有那個信心去反攻大陸 到後來就是覺得兩岸差距其實越來越大 而且進行的就是有台獨的教改吧 就是讓我們的教育變得好像沒有像以前一樣 就是對大陸 就是覺得要去說服他們 或者說是解放他們的那種感覺 然後到就現在如今兩岸的那個冰點 就是讓兩岸人民就是 沒辦法就是太多的溝通 或者說兩岸的敵意螺旋真的太太重了 對 我就覺得兩岸關係現在已經走到了一個很冰的點 其實就是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就是 因為可能比如說一個藝人出來講一些東西 可能就會引起兩岸的爭論或者說是踏法 對所以現在兩岸的一些東西其實都很多人是不敢去碰 或者說或者講到的話其實很容易發生事情 我就覺得這好像兩岸的關係變得有點畸形了吧 是的 所以就好像太對立了 就是感覺好像兩岸是真正的敵 其實我們都是炎王之數 不是嗎 對吧 其實同為中華民族會覺得很心痛 對對對 就不要拋棄其他的一些東西 我們就是中華人民嘛 然後擁有同一個就是同種的人 是這樣子 然後對中華民族 其實我覺得中華民族不就是我們從小的教學 其實我們也一直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然後到現在我們好像提到中華就是好像會有點被人家屈辱 就是或者說現在的辱華事件真的太多了 我也覺得好像我們就是不都是完全背道的詞嗎 對我們本身的一些教育的理念來講 所以說其實會覺得說現在的一個狀態就是自己很不想看到狀態 其實我覺得同為就是中華民族人來說 我會很心痛這樣的一個狀態 因為我覺得這樣很很可惜 就是你今天即使是外國人 他們為什麼會有種族歧視 那是因為他們覺得他們都是至少白皮膚的人 那他們就是會站在白皮膚的人去立場去想嘛 可是你就想我們至少同為就是這一個種族 你都不是想過說你不為這個種族去做點事或做什麼話 你就很容易被別人踩在腳底下或什麼 這也是我們中國這麼一百多年來 一兩百年來的一個就是應該是歷史的教訓啦 對 然後目前我感知就是我們的中華民族 其實現在是最接近 近最近幾百年來吧 就是最接近民主復興的時刻 我覺得台灣不應該就是不參與其中 我覺得他作為其中一份子也應該為中華民族復興 就是盡他一份力量 我接下來的問題可能會更敏感一點點 然後我可能會想問一下 如果可以選擇啦 你會希望我們就是走向完全的統一嗎 因為有很多人覺得說就是如果 他也支持統一 可是他會覺得說如果統一必定涉及到非 非和平手段的話 他會覺得就可以慢慢來 對 然後但是呢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希望說在你有生之年 不管用什麼方式一定要看到統一嗎 對啊 我對統一這件事情我現在是蠻支持的 就是因為覺得統一之後 其實對台灣來說算是一場新的變革 其實我能理解就是我們台灣民眾就是 為什麼會不想要被統一 因為我們對於統一這個概念其實是不清楚了 或者說是我們統一後的一些東西 我們是未知的 或者說讓我們會去恐懼 或者說我們就覺得他萬一變得更不好呢 然後換了一個就是一個新的執政黨過來 然後我們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就很多的人就會 就是會把他想的很壞 加上我們媒體的一些錯誤的引導 我們就覺得統一之後 我們要被大陸灌下耶 然後好像FB也不能上來 Youtuber上就是會變成了 他就是一個政治的宣傳 然後大陸又沒有把這方面就是擺得很輕 就是說我統一之後就是會怎樣 就是一些比較細緻的安排 然後所以我們台灣民眾就會把這個東西想的很壞 所以造成了說我們會其實是懼怕統一 不是說不敢統一是真的很害怕統一之後 我們所失去的東西會蠻多的 但是當然我們知道就是統一之後 我們也可以拿到一些相關的紅利 但是這些都是未知的 所以我們還是覺得大部分民眾是不會支持統一的 我個人是因為來到大陸之後 就是在這邊有感受到大陸的這邊的一些經濟發展 還有就是對台灣台灣來的同胞 還有台青之類的都有自己的照顧 對是真的蠻照顧的 就是感覺我們就是跟大陸民眾的生活 就是是一個同等公民的狀態 沒有被說欺負 大家大陸公民形容是我們是特等公民 他們是這樣形容的 對 有時候還有色權之類的 對 那你會期待統一後的生活嗎 就是怎麼想像的 然後你會期待嗎 會啊我會蠻期待 就是說我們跟大陸算是真正的 因為兩岸其實是分治的狀態嘛 就是分治了70多年 然後因為我們分治 所以我們有政治的政體的不同 然後有一些像是兩岸的一些習慣 其實真的也有一定的差異 我想說兩岸融合 真的就是我們可以擁有一些大陸 就是那邊好的東西可以把它學過來 然後台灣也可以把我們的一些東西傳過去 那兩岸進行的一個中華民族的一個融合 我覺得是蠻不錯的 沒錯其實 其實我作為一個 當然可能你現在還沒有碰到 像我作為一個 我男朋友是汕頭人 廣東汕頭人 我就會覺得說 同意吧 我光結個婚就很困難 就是尤其現在疫情 天啊我還要想辦法回台灣辦個單身證明 然後我問台灣台灣那邊還不能代辦 然後就一定要本人回去辦 然後辦完你才能回來這邊 再把結婚證辦 然後辦完之後呢 再讓老公把簽證辦 再把他再拉到台灣來 然後把台灣的結婚登記給登記 就是現在沒有同意 然後我們會有很多 會有蠻多麻煩 就是像是兩岸的同樣的 就是兩岸的婚姻就是會變得更加複雜 我覺得真的就是很麻煩 那時候小孩掛哪裡的戶口 又是一個很艱難的抉擇 就是不知道怎麼去掛戶 對 所以其實 然後還有一些中國中 比如說我們去坐高鐵啊 就是台包證就比較不方便啊 就是沒有像就是大陸公民的那種身份證一樣 就是直接刷過去 或者說還有蠻多 就是會讓我們覺得 現在可以了 現在台包證可以刷了 就是當然剛開始來的時候 你那個你是三年前來的話 就那個時候還不行 現在是去年開始可以刷的 台包證也能刷 喔 對 然後居住證先開始 那還是會有一定的麻煩啊 對 還有一些程序上的會不一樣 對 像我最覺得麻煩的是什麼 就是 嗯 在台灣的規定是公職 公家單位公職 你如果 對 在大陸超過一個月 他就會 停發 退休金 然後 我就覺得這個規定很過分 就是今天我 我家有長輩是公職的 嗯 我如果 我要在 因為我如果嫁在大陸 我要在大陸廠居 我工作也在大陸 那我要把 把我家裡的長輩接來住 我覺得這合理吧 對不對 因為家只有我一個女兒嘛 嗯 那 結果 長輩接來住呢 說住超過一個月 就 停發退休金 就長輩是公職 我覺得 這是有備嗎 就是 這很過分 就是我覺得這個規定 讓我 我不能理解 就是因為 嗯 今天他是一個 嗯 為他的工作 知道為台灣納稅 就是 奉獻了一生 嗯 那他 老了 他想決定他在哪裡生活 不行 而且我去看過 特別看過這個規定 個人選 你今天如果選擇住 國外 是不會停發退休金的 只有 所以他是針對 喔 對對對 所以 我為什麼那麼期待要統一 也是因為真的是生活上的一個 對我來說我覺得這個影響更大 對 而且兩岸現在是需要隔離 其實我 我已經兩年沒有回家了 超可憐 那出擊了 已經出擊了 對 欸 但是我 我有聽說就是 如果我回去 就是重新去激活是可以 對啊就是會比較麻煩 很容易其實 不會很麻煩 對 就是到你當地的公所 然後去跟他說你要恢復那個 你的戶籍 喔 對 因為我媽媽說 只是你要補繳這兩年的 只要 只是你要補繳健保費 對 對 是啊 所以其實 確實我們就是碰到很多這樣兩岸的一個來往上的困難 然後我們才會希望說 第一個 不只是這個困難可以消除 第二個就是說呢 事實上呢 這個島你也划不走 它那麼近 你人民有更好的一個交流 才會 能夠發展得更好 對啊 好不好 那我也希望你可以在武漢念書念得順利 然後有沒有想要讀碩士 就在讀研 有 我早上就是念研究所 有這個決定啊 因為也快要畢業了 然後想說在大陸想要再念研究所 對 這樣子 就是會想再念上去這樣子 然後再競爭 對 因為其實大陸的競爭力很大 對 就是競爭力很蠻大的 所以就是想要可能提升自我 會 就是讓自己的學歷啊 就是 對 就是更有自己的內容 然後去跟別人競爭 因為大陸人民就很拼你知道嗎 對 沒錯 挺好的 對啊 也希望你可以很順利 然後我們也希望我們的 就是可以看到我們 就是期待的那個未來 對 嗯當然當然 對 對啊 今天謝謝你的分享 雖然很簡短 但是其實 就是還蠻感動 因為其實我現在真的是 就是 能夠有台灣人願意上來分享跟發聲 都覺得超感動的 就是 我每次聽我都很開心 然後就是 真的 因為有你們的聲音一點一點發出來 然後我們才能夠去鼓勵更多的 在台灣不敢發聲的 那些台灣人 對 就是累積我們這些 對 絕醒的力量 然後就是讓同派不要太那麼孤單 不然真的是太孤單 對 團結就是一切 對 我們要團結所有的力量 對 人民站起來 確實啦 這真的是 這不是當中口話啦 真的是我們要去做的 對 嗯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半度為了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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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